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三几年前呢我就出过三级彩花的仿妆 看过的人扣一 但那时候他在中国还不是很火 果然被我看了女人都会发光发热 去年呢因为周杰伦的MV嘛 他的火爆全网 好多博主出他的仿妆 但是呢我没有蹭那么热度 因为一旦我出的话 那一定是全网最像 没有没有没有 仿妆不仿人 大家都都包含 我真的是越来越口无遮拦了 他上周上热搜的照片 你们看了吗 因为一个女生为他流鼻血 这有量呢又有腹肌 今天妆容呢是为你们精挑细选的 适合秋季的日杂妆容 就有一点阴气 他那个野生眉奥 有一点小技巧像的 那么就跟我一起边聊天边化妆吧 干了这杯酸美汤 我可是终于开始化妆了 这个妆前呢还是用的Bobby Brown的 我都不想跟你们介绍了 因为秋天到了嘛 我的脸还是有点干 用回我的老朋友苏库的粉霜 今天我开始的比较晚哦 三点钟了 但是外面竟然已经要天黑了 现在是秋天天黑的都变快了 新疆的话每天很晚才天黑 就一天会很长 但是上海如果起晚了 一天就过去了 这个妆感还是我最爱的 这个奶油机哦 很贴皮肤 你看拉近你们看哦 就上没上底妆 你看我的黑眼圈 嗯 我遮瑕呢还是用Mac的这一盘 两盘来混合 先用春色的这一盘里面 这个最浅的颜色哦 它是偏粉调一点的 先在手背上暈染一下 要不然太厚重了 再沾浅色的这一盘 这个亮点的颜色提亮 我相信这个痘痘哦 基本是被刚粉底液遮住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印则 我用一个这样子眼影刷 小好的 虽然这个偏深一点的颜色 超大一碗的黄金散粉来定妆 它是那种在光下哦 带有一点点的细闪 这个散粉 我前几天啊忙里偷闲跟奶酪 晚上熬夜看了一个日剧 好像是个网剧 古川雄辉眼的 叫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 你们有人看过吗 讲那种连环刷人案的 只要他遇到不好的事情哦 他就会重新来过 就时间倒流 就是喜欢看侦探类的 推荐你们去看哦 我还是很喜欢古川雄辉的 他的眉毛真的很难画 因为我是一个五眉心人 你看眉毛特别稀疏 我今天会用到的眉毛产品 会比较多 先用指定这个棕色的眉笔 画出眉毛大致的形状 一定要按你眉毛毛流的走向来画 他眉毛整体比较平 但是眉尾稍微这样有点点下垂的 我在用这个液体的眉笔 他这个一头是眉笔 另外一头呢是那种粉状的 我先用这个浅棕色 把他呢放到周边呢 弄得柔和一点 你找一个这样细一点的眉刷 我直接用眉笔上的 稍微刷一下形状 再用越视分盈的清洗睫毛膏 一定要按眉毛 这个原本生长的方向 你看现在就有那种 一根一根的感觉了 但是像我眉尾比较稀疏嘛 而且周边也没有它那么浓密 这种时候呢 我就要拿出刚才 这个深色的液体眉笔 这种不浓的液体眉笔 就换眉头其实也还好 不会很夸张 我加了点睫毛膏 我把眉头刷得更高一点 我觉得这样子根根分明的 感觉更明显 但我已经尽力了 我觉得无眉性人 你看两边对比 还是很强烈的 它的眼妆啊 我第一个想象的就是 CPP的这一盘 哇真的很好看 橘色系 还想到了这个枫叶盘 也是我比较爱的 但是欧美的眼影盘呢 它的那个闪片呢 可能会比日系的稍微粗一点点 我先用CPP的这一盘 里面最浅的这个橘色 今天这个眼影啊 上部比较宽 但眼尾这一段啊 一定要留得干净一点 在这这个深一点的橘色 加深眼尾这一段 下眼尾这里也扫一点 从下面这里一点点 也加深 我看照片感觉它卧蚕的颜色 还带有一点点的那种香槟色 我就用分叶盘里面 这个香槟色和偏金色的两个颜色混合 现在手背啊 把它晕染开 再用一个张扁平的刷子啊 占取这个深色 面积晕染的不要太大 大概是这样的 我感觉眼头这里的亮片还是不太够 它可能更浅一点 我拿出直层色的这一盘 黄色的这一盘 我觉得很好看耶 这个也是棕黄色系的 里面这个银色调的打亮 扫在眼窝这里 然后慢慢的往下带一些 这个亮片好像稍微大一点 你们能看出来吗 下眼镜中间这一段 也带一点 就真正这一盘里面 最好用这个颜色 它也可以当修容 眼影就是这样 有没有那种感觉了 就有一点港风妆的感觉 但是眉毛和眼睛 这样整体看是有一点浓的 它全包眼线呢 我用Bobbi Brown的眼线笔来画 眼线小灯绳 又要上线了 就是上眼线呢 你可以稍微画浓一点 现在眼线差不多了 但我觉得眼尾这里 还稍微要过渡一下 再用眼影盘 刚才我加深的这个深色 下眼线这个下部 稍微的晕染一下 眼线坏了以后 你看感觉还差不多 但它睫毛 就今天很自然 不像往常的日杂妆 就是要贴浓的睫毛 我就用爱杜莎的一个睫毛打底 眼妆就正式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 这样子浮一点 我现在整个脸呢 还像个大面饼 就很肉 而且很平 它的五官呢 还是比较立体的 尤其是鼻梁 我今天可能下手会重一点 还是用Mac的这一盘 然后浅色和深色 两个都要叠加来 我今天鼻子真的放的好重 给你们看我吸鼻子 你看这是一个鼻孔洞 因为这边完全堵住了 我鼻头今天不是画的比较浓吗 这个边缘 你就稍微要过渡一下 我八月份不是根部比较多吗 所以这个月头我给的累 就还没有缓过来 我准备月底出去度假呢 不过马上11了 大家是不是都要去三亚 等我休息回来 满血复活 它的鼻头好像稍微肉一点的 所以你看我这边的阴影会下手的重一点 侧边的阴影 你们还有人在看视频吗 看的人跟我聊聊天呀 啊哈 再用深色的稍微的加深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眼尾的位置 我稍微晕染一点 把阴影打在这里 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中 它的人中是那种有一点细细的 脸颊的修容我觉得有点考验哦 不过它的下巴好像也没有那么尖 我的脸真的好大呀 最近又胖了 我用高状的修容 哎呀这一刻 其实我觉得这个高状修容跟仿妆的也差不多 就是颜色你看没有很深 我的颜骨比它高一点 颜骨这里修一点阴影 下边这个边缘哦 你可以稍微深一点 就有时候拍照片啊 你会发现你没有打阴影的时候 这一块和你的脖子会连接的很重 但你一旦有这个阴影了以后就会觉得你瘦很多 有没有觉得加了这道阴影以后 这边下巴是方的 你看这边就是收进去了一点 我的脸下面这两块还稍微有一点鼓的 就用你这刷子上的稍微淡一点 再稍微晕开 然后再慢慢的把它过渡一下 打了阴影这种角度啊 下巴是不是稍微尖一丢丢了 但脸颊这两块还是太白皙了 今天腮红呢我会用两颗 先用的是TF的这颗 它是带有一点点金色的细衫 我还蛮喜欢的 它是有点偏西柚色 鼻尖下部我自己想稍微扫一点点 就装大一点了 要不然之前感觉整体太重了修容 然后另外一颗呢是MAC的这一颗 它是个压光的 就把腮红刚刚这个边界线的位置啊 跟你刚才的修容融合一下 我这个凹陷的位置真的好深啊 我刚才明明已经用浅色的遮瑕 遮过一下了 但还是不行 其实我觉得单涂这个Dior的这支唇釉啊 有一点像 但可能我的唇色比较浅 唇色深的宝宝可以单涂 它也是那种带有点点 不灵不灵的亮衫 用一下美宝莲的这支唇膏 这支颜色呢也有很嫩的 就是你厚涂的话可能稍微深一点 薄涂的话也是淡淡的稀釉 用我的这个资深糖的唇刷 我的唇型跟它还挺像的 就它唇分是稍微明显一点点 单涂就知道有点那种蜜橘色 然后我就抵加这个Dior的唇釉 抵上这个bling bling的唇釉以后 我的嘴巴好像在发光 我现在就感觉我的脸可能比它白了一点吗 就我粉底也可能稍微要再深一点点 是不是还有一叠叠的像的 我就觉得我鼻翼好像比它窄了一点点 但是呢我要取代上我的假发 就是仿妆不仿人啊 大家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妆 我真的觉得今天眉毛画的还蛮好的了 我已经是很尽力能画成这种 稍微有一点野生的感觉 刚刚我忘了 其实最后还差一部高光 像我脸的有些部位跟它的区别啊 高光其实影响也挺大的 我用的是这一盘PIN盘 真的他们家的高光真的都很好看 然后粉质又很细 然后比较闪 我用今天这个偏金调的 哇哦是不是很亮 首先呢它人中部分不是很明显吗 两边也稍微扫一下高光 还有就是它的鼻头比我稍微肉一点点 我稍微也扫一点高光 我会往我鼻尖两边扫一点啊 有没有觉得你看 鼻头突然就肉一点了 还有鼻翼这两边稍微扫一点 会显得我的鼻翼肉一点 你看是不是鼻头稍微有一点变化了 就这一段跟它更像一点了 上面呢也稍微再扫一点 它这个眉毛中间这一段啊 也是稍微高一点的 扫一点点 眉毛中间和眉毛上面 稍微扫一点 然后再下巴底部这里啊 稍微打一点点高光 然后我现在要去弄头发了 我们这回一会儿见咯 我已经带了4000块钱的假发 就是它是个真发 沙轩的 但是我觉得发际线这里还是有点假 显得我的脸好长啊 这个 然后我准备把发际线这个位置 稍微修饰一下 就之前跟你们案例过的 这个曼妆的这种补发际线的比 我觉得我戴了假发 我特别的搞笑 就是我把这个边缘的位置 也稍微的晕染出来一点 我觉得我自己不是很适合这种短发 好像显得好成熟 好显老 不过很多人剪这种短发 我就特别的时尚感吧 就是我可能不太适合 我再用另外一边 这个深一点的颜色 再用刚刚这个深棕色的眼线笔啊 我稍微在头顶这里画点 这个颜色看着还蛮真的 就是有那种发丝的感觉 那么喜欢今天视频 记得点下赞 记得订阅游戏的频道 一定要多多三连哦 我真的很拼了 那么一会儿再见